Cup Weather Craft Craft 三年我们每个人也有不同的 一些经历 一些变法 我们想每个人 应该都是把自己的想法 都加进了 这个唱片里创作里面 所以最终形成的这首 八首歌不太一样 虽然延续了网文那种 然后基本上 是纯契约的这种感觉 但是从每首歌的情绪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 表达方式 然后也都不太一样 然后这次呢 我觉得跟以往 有特别大的不同的 就是说在录音之前 我们经历了一个 相当长时间的一个准备 然后就是包括 已经成型的歌 已经排成型的歌 然后我们再重新改编 然后再加一些细节 再什么 就是费了很大心思 去雕琢它 如果你们仔细听的话 然后在现场 然后它又会有 又有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然后可能是精彩 也可能是毁灭性的 然后也可能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 对于网文来说 这个就是音乐的乐趣 我觉得 就是音乐的乐趣 因为这次 《八匹马》这张唱片 里面的八首歌 然后创作大概都是 三年之内的作品吧 最后做出来八首歌 然后我们想 然后既然八首歌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干脆 就让它更不一样一点 然后我们就找了 四个不同的制作人 然后去混这个八首歌 他们完全是根据 自己的想法 然后去 重新然后去 缩混了这个八首歌 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一套哲学 混音哲学 最后出了效果 我们觉得都非常OK 北方向北这首歌是 这算是这张唱片里的创作 最早的一首歌 我们最后录音的时候 也改动了 包括火音的时候 然后也都做了改动 初期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 就是网文之前的这种路线 后期 然后我觉得它 可能就改变了 就跟最开始 就是两三年前 我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然后就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加入了 很多新的一些想法 然后它可能 有很多 然后片段化的场景 它就是一些断序的 一些记忆 断序的一些场景 然后被一个时间线 然后传在了一起 然后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像一个小故事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封面是 我们那一设计师小可做的 我觉得 他第一次做出来 这个设计这个方案 然后我们都特别满意 大家一想到满 总是想到很巨像的东西 然后实际上 这个我觉得 他最后小可做的这个东西 非常飘逸 非常洒脱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舒服 感谢观看 我们是在回声图书馆做录音 有一部分是腾气熟的 有一部分是风骨录的 大家一起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我也没有想法 他们想法他们也没告诉我 然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沟通过这首歌 到底是他表达的什么 然后我们就创作完了 创作完之后 有一天然后在旅顺的一个农村 一个马路边 有一个道边有一个英文 写着Welcome to Utopia 然后觉得挺奇怪的 然后觉得这个来欢迎来的乌头邦 然后而且他写了一个箭头 把上子一个坡上 后来我就走上去看了 看了一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院子 一个农家的一个院子 然后里面锁 外面锁着门 里面有花花草草 摆得还都挺整齐的 那是冬天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后来就这首歌 正好我们开始在图书馆 录这个歌的这个现场的音频视频 后来我觉得 我们当天那天也是 也是差不多时间 冬天挺冷的 然后在室内 然后外面也没有人 然后我们感觉 觉得那个景象 然后跟去看到那个村落 那个小的那个 欢迎来到乌头邦的那个小屋 然后挺像的 然后就起了这个名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我们做音乐一直是有融合的部分,有冲突部分 然后我们网文从来不拒绝这种冲突 然后我们也不拒绝然后它融合 只要是我们互相认同这个限度 就是它冲突的这个限度 或者它融合的限度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控范围内就OK 包括对乌托邦 然后很多人理解 然后网文说Welcome to Topia 然后就是网文是一个乌托邦的向往者 No,我出来不是 我不行 我觉得乌托邦全是扯淡 然后但是就是我不会 我也没必要去传递信息给听众 听众愿意怎么去理解 然后怎么去踏捷 可能对他来说塑造了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 然后那OK 然后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歌曲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带给每个不同的人 他不同的感受 其他还是都无所谓的 网文的排练可能一直创作上其实 更多的更 还是有相当的比重是持续这种 在一种比较自由的这种状态下的这种创作 然后可能一首歌我们能排除六个人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最终这六个人的不同的想法创在一起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耳朵上听出来 听觉上它是好听的东西 刚开始接触到网文的时候 很不适应很不适应 就是平行人都很不适应 因为之前玩过一些放开啊 一些爵士的东西 然后确实让一下子让自己静下来是很难那些事情 让自己能沉下来去思考 然后静静的和其他人讲一些融合或者心理上的沟通 这个是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 然后作为一个号手来说 面对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情感的处理这块 然后对音色的处理这块 也是之前没有考虑过 或者之前没怎么接触过 然后可以说跟网文的一个合作呢 使自己有了很大的这个音色方面的 一些情感方面的一些进步 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状态 也非常喜欢在大家在一起排练那个状态 因为大家在一起全是互相的去用心去做这个音乐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蒋昆老师带着他这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个创作 我因为我看到之前看到它是另一个作品 就是叫糖醋排骨这个系列的这个作品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兴趣 然后他的想法 然后包括他的风格 然后我觉得特别感兴趣 所以大概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就有了这个这个合作的一个一个想法 后来然后他之前他有这个素材 他之前就有 然后他他之前的素材 他有一个粗简的版本叫直飞机 然后后来然后我们聊合作这个事 然后最后旅程 然后他也比较喜欢最后旅程的这种感觉 他就觉得想法跟他直飞机当初的想法是一致的 然后他就又去加工 又重新去画了很多画油画 然后又重新去剪辑 重新编辑了 然后最终做了这个 这个 这种感觉 对于是一致的 最终做了这个 要素材 每次不管我起什么名 然后反正他们都不会满意的 就是我起什么歌名 他们就说就是一坨屎 就是觉得我起什么 对对我起什么 所以所以我不可能 然后就是我们创作一半首歌 然后我去起名的 然后让他们就是每次就扣屎盆子扣我头上 我不可能这样 然后所以我只能就是全录完录完音嘛 然后最后最后关键时刻 然后打一个措手不及 打一个措手不及 反正已经到时候已经发了一块一块场了 然后他们就是试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所以这次也是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评价 然后这这这次歌名 所以我很满意 因为就是他们这次没没扣屎盆子扣我头上 就是就是这样 心里默念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花族是没有变 不知的当代 日安之间 不想当的留下当过 只想在晚一分钟 直到有一天 花族不走太深 直到一天 直到一天的爱情怀 步步都不高的 放下所有几个 写出血缘的凌方 分解一切 直到有一天 那我要你可怀疑 我们希望赋予大连 然后更多的爱和更多的恨 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爱和恨 然后全全给大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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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